为了表达圣中追愿是传统美德 花莲县政府清明扫墓便民措施 从3月26号到4月3号 在13个乡镇市护镇事务所免费索取鲜花 4月4号到4月5号则是在花莲42处 较大型的公墓以及纳枯塔设置便民服务台 备有鲜花、毛巾、湿纸巾以及矿泉水 提供给乡亲最及时的服务 每年清明世界都会成功记住 净传孝师以免怀仙人 是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 花莲县政府111年度再度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服务的措施 直到4月3号 在13个乡镇市护镇事务所提供免费索取鲜花 让乡亲前来领取 护镇人员也会贴心的服务 让乡亲登记之后就可以领取一束鲜花 我们花莲县政府还是持续延续过往的传统 那在清明扫墓期间呢 我们办理了一项清明扫墓便民措施 那鼓励乡亲返乡扫墓 这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它不只是既是我们的先人祖先 那对于后代呢也有教育的意义 那所以县政府呢从这个3月26号到4月3号 这段期间都持续在我们13个乡镇事务所 有涉滩让民众来领取鲜花 建议鼓励我们的乡亲扫墓记住 那接着在4月4号到4月5号 我们更在那一次的假期 同仁习生假日 在这个我们全线42个重要 比较这个大型的殡葬设施 位置去设置这个服务台 也让民众来领取鲜花 还有我们一些扫墓的用具 那包括手套啊 这个防疫的喷剂 那还有矿泉水等等 来让民众更容易去实施赏墓 把这个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 欢迎在我们的正处表示 4月4号和4月5号两天 护震事务所有同仁们都会在花园县 42处大型的公墓以及纳谷塔 设置便民服务台 除了提供免费的鲜花 还有必要的用戏品 也请乡亲多加利用 这个中文字幕志愿者